你有聽過藝郎也可以吸貓嗎 今天小編要帶大家來到 赤峰街商圈的紅月免疫貓藝郎 看看藝術作品與貓咪的相遇 以及貓界溫柔的巨人免疫貓的魅力喔 我覺得貓咪是很優雅的生物 然後我覺得藝術家跟貓咪 是可以玩在一起有一些火花的 就是希望藝術家用不同的 他們的詮釋的方法 去把貓咪的各種美好記錄下來這樣 尤其是在赤峰商圈 它是一個很文藝的地方 我覺得這種旁邊可能會有阿伯在那邊穿吊嘎 在那邊打馬達 可是隔壁又是一間文創小店 我覺得這種衝突的感覺 再加上一個藝郎應該是很酷 我總共目前有13隻貓咪 然後今天店裡面有四隻電修 因為我們有符合勞基法輪修 然後因為我本身屬老虎 然後從小就只希望可以養大型的貓科動物這樣 但我覺得沒有辦法養老虎獅子 但是可以養免疫貓 後來發現這個品種是可以很大隻 並且很溫泉這樣 就如同前面講到希望是有藝術家有一個小小的平台 然後可以結合貓咪去把它們的影像 把貓咪的畫面留存下來 然後我們這邊設計是每兩個月會更換一次主題 像雨萱的這一幅畫作我覺得就是蠻經典的 它這一幅裡面其實有超多我覺得很正面的意涵 就是一隻招財貓 就你來招財之外呢 它這邊都是金幣 然後呢我們除了錢財幸運都來之外 它有提到愛情 我們其實人是很嚮往愛的 它眼睛冒愛心這樣愛心也會來 那包含前面的這隻小貓咪 如果說你是想要求職的話 這一幅貓也是寓意說你可以容易招來你想要的小朋友 然後甚至小朋友還帶財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我們可能女生會覺得療癒的元素 像是甜點啊草莓啊 然後即使陰天你也是可以用比較正面的方式去面對 就當時是El的攝影師 然後就從網路上找到我們有很大的帥名貓 所以就來訪邀約 然後他邀約說可不可以借用我們的貓去拍帥照 然後對像是炎雅倫跟鬼鬼這樣子 他們選了看狗但是因為他比較膽小 後來就選了Nio就是他 結果他去拍完之後回來就開始有一點大頭症 因為現場攝影師跟妝髮造型跟雜誌的編輯 總共有二三十個人然後都是站立的 所以對他來說是很緊張很緊張 因為有一堆旁人大物在那邊 然後又有咔嚓咔嚓的聲音走來走去 還有推車等等 然後那時候抱過來炎雅倫就問說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我說他叫Nio 然後他就開始閉著眼睛摸著Nio的頭 大概兩三分鐘之久 他再跟他做一些感應跟互動 希望他可以順利的拍攝然後穩定下來 互相認識不要緊張這樣 我真的覺得超特別的 就是我覺得如果說我們今天的桌椅是高的話 然後加上人都是站著走 其實對貓咪來說都是一種壓迫 因為等於是整間店的空間都會像高樓大廈一樣一直在動來動去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洗地而坐的目的是希望不要讓貓咪造成壓力 我印象中有兩組客人在定位的時候都有留言寫說 特別想要過來看某一隻貓咪 然後他們其中一組是外國人 然後他說我們店的阿尼基 就唯一隻荊棘拉長得跟他過世的貓咪很像 然後真的真的很想他覺得真的太像了 所以就他好像從蠻遠的地方排除萬能來 然後希望可以看到阿尼基本人 然後去療癒一下他心中的思念 然後也有祖鳩然後幫他們的好朋友慶生 然後那一位獸星很喜歡貓咪 然後他一次就竟然落來了二三十位朋友 就在這裡一起幫他的朋友慶生 每一年都會持續的舉辦不同的展覽 就是基本的跟創作的手繪的課程 就是你可以在貓咪旁邊畫畫 然後像瑜伽課我們也有在這邊定期舉辦 那明年的話預計會手作餅乾的禮盒 就是那種洗餅類很彩色的禮盒 然後會以他們的角色IP創作 然後裡面的所得也會有一部分的捐助 去做流浪貓的公益活動 哈總之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免營貓女莉娜 然後希望大家認養不棄養 讓愛有希望